陆涵等你一起聊 看球的灵魂是什么 看球路串灵魂标配 今晚七点记得锁定肯德基抖音直播间 陆涵等你一起聊 看球的灵魂是什么 看球路串灵魂标配 今晚七点记得锁定肯德基抖音直播间 陆涵等你一起聊 Hello 大家好 我是肯德基的关球伙伴汪聪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肯德基的直播间 这里是我们心动关载季的直播专场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足球 也来做一些足球活动的小游戏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给我们所有肯德基直播间的粉丝来发放福利 那这一次我们直播专场 也有一位重磅的嘉宾 我相信很多朋友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刷出他的名字了 那现在在我身边坐着的 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也是我们资深球迷的代表 让我们欢迎肯德基品牌代言人 陆涵欢迎小陆 大家好 我是陆涵 很高兴和大家在肯德基的直播间见面 是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 不仅由小陆和大家见面 当然更重要的是 作为我们的代言人 要给各位送出多种多样的福利 除了我们肯德基专门制作的扑克牌 我们还有百元礼品卡 那当然还有很多粉丝 都非常期待的我们小陆的签名照 所以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 记得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你就有机会参与到超级福袋的抽奖当中 那作为我们今天观赛季的第一天啊 我们真的有太多和足球相关的话题了 相信很多的球迷也跟我们一样心动 是我们心动观赛季 那先来问问小陆吧 你觉得看球的时候 我们夜宵的这个标配是什么 我觉得标配的话 要是我个人的话 就会比较喜欢叫上朋友们 对 自己看很无聊 叫上朋友 然后点些宵夜 然后再点点冰镇的饮料 对 比如说宵夜 你觉得最符合看球的宵夜 灵魂伴侣应该是什么 反正我肯定是烤串 对 一定是烤串 对我来说 对 而且感觉全国人民的看球 灵魂伴侣都是烤串 都是烤串 就是不同区域的人 可能对于那个烤串的味道 味道要求不太一样 食材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大家都是烤串 那说到烤串的话 我们肯德基的灵魂宵夜 三天之后开售羊肉串 所以从青年起 提前三天开始预售 而且呢 今天我们在现场 也要请灵魂宵夜 陪伴着我们来聊一聊 和足球相关的话题 来 哇 肯德基的羊肉串怎么样 艺不厉害 可以可以 从眼到大 真的没有吃过肯德基的羊肉串 而且我觉得量刚刚好 我觉得 对 平时你是喜欢一个人看球 还是喜欢跟哥们朋友一块看 我肯定是跟朋友一起 因为那样就是 笨的特别好 对 比如说 因为可以聊起来嘛 就是比如说 聊聊这个场上情况 进攻啊什么的 对 而且可能 有时候可能朋友支持的球队 跟我是敌对的 那样就反正更有意思 得抄起来 对 而且我就记得小时候 我爸也喜欢拉着我看球 我听见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这球是我都进了 啊 对对对对 你会是 我也是会是 经常有这种表达的人吗 就我我肯定召集 对 那刚刚我们讲到 看球的灵魂伴侣和标配是 撸串 那你觉得串的灵魂伴侣是什么 串 要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是弄点辣椒吧 嗯 完了打蒜 我可能是吃 对 我比较喜欢吃蒜 对 完了蒜 完了以后弄点冰镇的饮料吧 嗯 对 就是一定是要有配合的 才是最完美的观赛体验 对 那你小陆觉得在足球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 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的运动 所以我觉得配合是最重要的 对 还有就是球场比较大 完了每个人分工的位置也不太同 嗯 所以一定要是打起配合才能更有利于进球 对 当然个人技巧也很重要 我觉得 对 就是每个人的技术都得过关 对 然后还讲究配合 配合 讲究这些战术 战术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一下我们小陆的技术了 所以今天所有送出福利的环节呢 我们都需要陆寒用自己的实力给我们所有的观众送出来 好不好 好 来 请小陆去往我们的游戏互动区 OK 哎 走了吗 这边 OK 那在这呢 我们也向各位来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要请陆寒来完成的任务 就是30秒钟的持续滇球 那待会小陆每完成一个滇球 我们就要发送一张百元礼品卡 也就是说30秒钟时间当中 陆还能完成多少滇球 我们就直接给直播间的各位 送上多少我们的百元礼品卡 我看这边小陆应该已经就位了 对 这是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的基本功是吧 对 哎呀 我不行啊 来考验你基本功的时候 行 断了也可以 你颠一个送一张 颠一个送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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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了好了 行 那开始吗 工作人员帮我们计时可以吗 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 好 准备好了 30秒计时开始 1234567 刚好 可以可以可以 流畅流畅 8 9 10 11 12 我 13 14 15 16 17 18 19 5 20 21 22 23 24 可以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可以看 还没到点 还有5秒了 这都32了 快 5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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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到了吗 完了 我数5 4 3 2 1的时候 我忘了到底是30几 这个 30几个工作人员数掉 数了吗 大概 39 好像50多个吧 好像50多个吧 哈哈 哈哈 39 30秒之内呢 我以为30秒的上限就是30 没有没有 原来30秒能垫这么多好厉害 没有没有 也就还断了几次 你对今天你觉得这是你水平的大概发挥了多少 哎呦 99%吧 哈哈哈哈 就这个水平了 对就这个水平了 对 很厉害了 3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争取到了39张百元的福利卡 39张 是的 那我们请小陆去往我们的观赛区 好不好 继续去到我们的观赛区 那因为我们的礼品卡非常的多啊 我们陆寒在30秒之中 呃 连续滇球39下 所以送出39张百元礼品卡 那我们会把这些礼品卡分着发送给大家 我们从20点开始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 每整点都给大家发送福利 所以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 点击左上角的福带 迟续来关注我们福利发送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也继续回到观赛区 好了 今天我们所有的福利都会请小陆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送出 小陆请坐 哇 说到这个世界级的赛事啊 这个四年一次球迷们的狂欢 小陆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看这个世界级的赛事是什么时候 是哪一年 我第一次看世界级赛事的时候 应该是02年吧 我小学 对 那一年完了比较盛大 完了 也是因为那一年 我就扔下了乒乓球拍 完了去往直播场 对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是作为球迷 肯定经常也会要上场去比试比试 就喜欢也爱上踢球 对对 基本上那会是每天都踢 就疯狂的迷恋 就是无时无刻在踢 对 你的位置有几经变化吗 还是你一准就认准了前锋这个位置 以前小时候肯定是踢前锋 对 因为喜欢进球 完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然后加上自己的体能 越来越不好 这次化下的 逐渐的位置就开始后移 从中场马上要开始踢后卫了 我以为你说要往守门员开始转 所以其实小陆刚刚也讲到 作为喜欢足球的人来说 可能当人最开始追求的是进球的爽感 但是其实团队之间的配合 我们最后能真正拿向这场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配合吧 就甭管个人技术再强 你也需要根据各个位置各个队友一块去打配合 完了执行战术 完了还得信任你的队友 完了才能可能是取得进球 确实是 对 其实这个也很像我们肯德基 制作出餐也特别像是一个足球队一样 它有完美的分工 当然重要的还有速度 那现在有了我们肯德基的灵魂宵夜 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我们制作精良而且出餐超快 分工合作送餐超快 第一时间出现在各位的餐桌上 比如大家现在聊着聊着突然说 咱点点什么吧 交给我们肯德基 第一时间送到你的手中 那我们今天直播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们这一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你预测一下能进几个球 我来预测吗 你还记得上一届进了几个球吗 最佳射手 我以为要不记得了 几个来着 上届我记得挺多的 谁来着 这一届你预测一下吧 几个你觉得 这一届的话我觉得 因为厉害球员太多了 我觉得我只预测一下进球数吧 金靴一年的的话 应该是六到七个球吧 六到七个球 好 我们等到这一届比赛结束的时候 再来见分小小好不好 既然说到了进球 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个足球小游戏 我们要请小陆去往我们互动区来一展球技了 好的 好吗 再次邀请陆海岸去往我们的互动区 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挑战叫做足球九宫格 那我们向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足球九宫格挑战的规则 那待会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现场出现这个九宫格的画面 那待一会在90秒钟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请小陆来依次踢球 每踢中一个方格我们就发送一轮扑克牌的福利 但是当你的方格串成一条直线的时候 无论是横着竖着斜着都可以 我们会继续发百元礼品卡的福利 也就是说待会陆寒老师挑战的这个连城线的进球越多 我们发放的百元礼品卡的越多 我看小陆这边应该也已经准备好了 耶 这就是指哪打哪的意思是吧 这其实这挺难的我觉得 我就是只要横竖斜都可以 都只要连城线我们就加棒福利 但是你每踢中一个已经可以送大家了 那就那要是全踢了呢 你就厉害 咱就九十秒 估计不太行 好 好 来 九十秒可以吗 我们计时开始 好 左下角 好 现在已经两个了 这算吗 这个中间在中间这个刚才是不是已经踢中过了 对 没踢中了吧 这个算了 好 这个没中 好 左上再来一次 没中 但现在已经有三个就是三份浮力 然后连城线又有额巴了 好 那小陆打右上脚 打右上脚 这样竖着就又来了 又上了 又上了 咱就可以再连一个竖线 漂亮漂亮漂亮 直哪打哪厉害 我们给他的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九十秒 他万一真的都踢中了 显得我们设置的很没难度 可以啊 是不是又连成了 哎呦连成 还没到点吗 还没到 还没到 我可以 鞋的成了啊 这个这个三条也成了 老啥 这个斜线也成了 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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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力不支 我们明天很有演唱会呢 别让我们这么费劲 年纪大了 谢谢小鹿 刚刚拼尽全力 给我们直播间 所有的朋友 争取到了满分的福利 也就是说 我们不仅每一个 都会送出我们的福利 而且每连乘一条线 我们要加送 三张我们百元的礼品卡 也就是说 我们最多可以送出 24张百元的礼品卡 请大家持续关注 我们左上角的福袋 今天小鹿给我们 争取到的每一个福袋 我们将会在每个整点 来持续为大家发放 那也特别的谢谢小鹿 作为我们肯德基的 品牌代言人 当然也是资深球迷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跟足球相关的 跟宵夜相关的故事 小鹿 今天怎么样在现场玩的 还开心吗 很开心 好了 对 主要是现在可能 挺长久的 但是很开心 但是其实今天这个足球 这个游戏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对 所以我们的最后一轮福利 请现在大家 把灵魂宵夜 看球标配刷在屏幕上 我们最后要抽取的是三张 陆寒的亲笔签名照 我们也请小鹿给我们来倒数一下 然后待会儿会有三位朋友 得到我们陆寒的亲笔签名照 好 三 二 一 好的 不知道是哪三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最后的重磅福利啊 恭喜大家 非常的幸运 当然也请各位不要走开 要持续关注我们肯德基的直播间 因为陆寒给各位争取到的福利 待会儿将会持续的为大家发送出来 陆寒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要干 对对对 明天的音乐会 音乐会对对 后天要解说 直播对对对 作为你的粉丝 最近非常密集的看到你 大家太开心了 没有应该应该的 嗯 对 那最后跟我们肯德基的小伙伴们说点什么 来期待未来还会有 更多机会和大家见面 好啊 哈哈 这部路由不公共下回还来吗 啊 来必须来 必须来对 谢谢谢谢 明天音乐会顺利哦 拜拜拜拜拜拜 谢谢陆寒 谢谢大家 那就请各位继续持续关注我们肯德基的直播间 我们的福利继续为大家放送 祝各位周末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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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 好了